设计完之后基本上启动表单之后 就可以开始很顺利的输入了 而且基本上就防止错误了 而且基本上也不会输入错误啦 即便错误的话 他也会 帮我把它删掉 那我就知道打错了 然后按下新增 就可以自动新增 可是 就我同学问说老师那为什么我这样按Enter之后 理论上习惯都是这边最后一个按Enter 他就自动新增了 可是我现在是按一下Enter 他会跳到新增 你必须还要再按Enter 他才会新增 然后就我同学说老师那可不可以 不要再多按一个Enter 因为多按一个Enter 好像 感觉又 不太直觉 习惯上是EnterEnterEnter 就直接输入了 那有没有办法 可以这样Enter 然后输入 Enter 然后 再Enter 就输入 那就换下 最好是 Enter完之后呢 可以怎么样呢 帮我清除之外 最好游标要放这里 因为我有时候手是 拿着资料嘛 我不可能还要再把游标再放到这边来 对还要动一下滑鼠 OK所以 比较流畅 让他可以一直输入 有没有 他可以一边看 反正就不用 就是一直这样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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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OK 那这个地方怎么做 可能会改进的地方有两个 一个是 当这个地方按下Enter的时候 就自动 执行新增的这个按钮的动作 OK 所以其实 这边应该 可能可以更好的地方就是 Enter 转成 他 去被按一下 最后呢 再把 执行完的结果游标再放在这边 这样的话 感觉这个系统 这个表单用起来 就非常的顺手了 而且你会发现 像这个表单 如果真的要请外面的公司 帮你设计 其实真的 花费还不低 OK 但是如果你可以自己设计的话 其实真的 可以帮公司省非常多的钱 其实这东西设计出来 说真的 已经不逊色 以前我们帮人家 最早大概 最早帮人家设计像这种东西 这个 都 价钱都很贵 没设计几个东西 说 真的 我会觉得说 那时候怎么这么好赚 那个一个系统 做下来 没有几十 没有上百万都有几十万的 随便一个案子 里面做什么 其实就做这些东西 做个表单 后面资料库 那只是资料库 我们现在是拿以色来当资料库 那以前可能后面会放在 比如说 像什么 Seql Server 或者是Oracle 之类的资料库 但是其实到底是一样的 只是放资料而已 没什么差太多 就这些东西 弄来弄去 这样子就可以有 百万的那个 行情 我会觉得那时候怎么这么好赚 不过现在没有啦 现在可能 但是 虽然没有百万 可是你这种东西 没有个 司机二十万 人家也不太愿意接 这种东西 也是很复杂的 而且要确保你这个系统是 运行的稳健 这也不太容易的 可是问题是你要跟工程师沟通 花很多的时间 也不见得 他会设计出你要的样子 而且未来如果 即便你跟他讲的东西 你觉得好像OK了 然后 就是说 往继续走的话 回 可能还 之后还是会很多问题 发生 或者是说 跟你原来预期又不一样 那你要修改 恐怕还是很大的问题 有些人已经签约了 如果你要修改 修改你原来的规格 你又要重新要 再 再去 开规格 就要另外付费的意思 OK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呢 自己要 把这个改过的话 第一个 你要思考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我要怎么在表单上面 当我按下Enter的时候 帮我转成他 在这个 这个里面点两下 它会出现Textbox被Change 的事件 可是我们不是Change的事件 请你把它改成 当按下按钮 这边有个叫做Key Key的话就是哪个 哪个键盘上面的 按键 被DOWN按下去 的事件 那这个Key 把它Change改成KeyDOWN 点两下 这个事件 就是当他 那他会用什么方式告诉你 是按了哪一个 Enter的话是 内码是13的 在ASKeyCode前面 我们有一个内码表 那个Enter是13 所以呢 我可以判断什么 如果 那个KeyCode 等于13的时候 表示使用者按的是13 那我就怎么样呢 帮他把它转成什么 转成 按下那个按钮的这个 Command Button Clicker 这个 用 用call的方式 就是 帮我 呼叫那个 Command Button Clicker 前提是他按了13 按了Enter Enter就是ASKeyCode 那你 如果不知道为什么是13 你可以 查一下ASKeyCode 那我们来试一下 那最后呢 当然 他如果做完之后 Enter然后 记得怎么样 把那游标 放在哪里呢 TestBus 1.setFocus 好这样子 把它执行完 然后setFocus 我们来试一下好了 基本上这样 把它启动 然后 AAA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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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怎么跑 诶 诶 按他怎么跑到上面去 看一下 Key ASKey Enter Enter KeyCode 100 那不对 这个 要放这里 放错位置了 有没有 因为他如果我把它放外面的话 他就变成说每一次都Focus在上面 就不对 所以 这个 这个 他不是 不是13 因为我没输完 好 那我40 那什么时候会执行呢 Enter Enter 他会判断出是 是13 所以会怎么样 执行那个 新增的动作 并且 帮我把游标再放回 那个 第1个 有没有 这样OK了 其实程式没有写太多啦 大概就只有刚刚的这几个地方 所以我把重点再提 1 在这个地方点2下 把它改成 Key Done 被按下去 判断说他是不是 是13 就是Enter 是的话呢 把它转到 Button one clicker 最后游标再放回去 好 完成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程式部分 其实之前好像也有写过 在这边 我是把它放在这个 如何按一下 直接帮你执行 那我把这个 直接盖到这边好了 因为这个 直接把它 在这边 所以各位如果要 参考的话 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关键就是这个 被 被key down 然后这个call这个 刚刚的 Button click 顶多多一个set focus 就可以完成我们刚刚讲的动作了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今天先讲到这里 那下个礼拜的话呢 我们会再继续把那个 后面有两题 综合练习题吧 回去可以先试着做做看 都是跟逻辑有关系的 另外呢 还有 一个跟表单有点关系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对于表单不太熟 我会讨厌的同学 回去建议还是 多 去把那个 画面部分 再 看一下 然后 影片的部分 比较连续动作 因为我可能 有些地方讲的 对各位来 对有些同学来说 可能快了一点 那有时候你可能还来不及 就已经 就已经 老师做好了 可能讲到后面去 前面东西已经 忘了 差不多 没关系 你就 回去再把那个 影片 细节的部分 不然就把它暂停一下 再做一下 暂停一下 大概就是用了 三个东西 标签 文字方块 按钮而已 这三个其实就很够用了 未来 如果你工作里面 只要有输入 或者你要 要请他输入的东西 你就先把它规划好 限制他只能输入这些东西 其他不要给我乱输入 我相信以后你就不需要再去 检查错误了 因为你已经在 他输入之前就全部都检查过了 那这个 其实之前有一个同学在 公卖局 他的厂商 500多家 他以前公把 以这个回收回来的档案 做 检查错误 他就每天花非常多时间 因为 即便你跟厂商再怎么讲 你要这样输入 输入什么东西 一定要 可是 他 这也没什么 罚则或什么 那 他就乱输入 未来他要检查 然后来他就用表单 他发现 太好用了 他之后的厂商 他就很 因为 厂商就是 忙没关系 反正他也是规划好了 天天天天天天 每个人就照这样的方式填 所以填回来资料 他说他再也不需要花时间 检查任何的错误 他说光这个部分 他每天就可以省下 非常多的时间 工作就变得很惬意了 很轻松了 他只要真的把时间花在他应该做的事情上面 而不是来检查一些无谓的错误 所以这部分的话 提供给各位参考 今天先到这里